慢慢的走两圈 适应它的节奏上 它也去适应你 然后你才能从细部 轻快步 然后再跑 你看它很不会说 播出以后 你们出去吃播 生活中都会有很多麻烦事 我倒是 倒是最早的是 这个在杭州 领饮寺 正好是正在播出的时候 有很多认出来 然后后来回家过年 也是有很多认出来 加姆斯呢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城市 然后过年三十了 肯定要办一些年会 跟父母去 我们家那最大的一个超市 来听 第一种是 他看过 看过闯闻东 然后也认出来了 是不是传结嘛 特别的兴奋过去 你好 我能跟你拍照照片吗 时间还特别大 然后第二种人 是他看过 猛的一下没认出来 然后一听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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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传结嘛 你看你看 真的呀 真是你 来来来 你给我拍照照片 过去拍照 第三种人 又没看过闯闻东 又没 又不认识我 然后呢 太热闹 干嘛呢 这是 谁呀 闯闻东你没看过 什么 什么都 我怎么看过 他干嘛呢 演员呀 演员 不可能 这么早上拍 这里个签名 是照片的 然后就 那来给我签一个吧 那传舞 当人家知道发现你是这个演 传舞的这个演员之后 是不是会表现得特别热情呢 对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 他们对待我们这些演员的态度是和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闯闻东这个戏 当时播出来 有大家看到的这些戏 可能拍摄环境太艰苦了 而且这个题材比较厚重嘛 嗯 可能在喜欢我们的同时 还有一份尊敬 这个感觉是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往上过 往上过 因为15匹马它那个横扫面积是很大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